心龙自从痛失爱妻后 至今都未曾公开露面 对外也保持低调 而近日有人在受访时 意外透露到 心龙和他七岁女儿妮妮的现况 表示 刘真和心龙的爱女 已经知道妈妈不在身边 他透露现在心龙目前 虽然还是非常想念刘真 不过一渐渐走出伤痛 六岁女儿也已知道 妈妈不在了 现在重心就是放在照顾和陪伴爱女 至于是否有打算付出工作 有人则表示 没有多过问这部分 三年前 心龙妻子刘真因病去世 早前是刘真去世的三周年纪念日 不久前 心龙更新动态 他先是晒出 我与女儿都好 我想你也都好的文字 随后又以文字制作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心龙告诫妻子刘真的在天之里 他表示 亲爱的你啊 有空回到家里 佛堂有你的位子 可以安住休息 你到天上修行 也要安定而快乐 我与女儿都很好 你也要好好的 简单 规律的生活 是我和女儿最大的快乐 随后 心龙不忘交代近况 女儿读的学校是国际双语国小 我跟他说 在学校考试不要有压力 但每次考卷拿回家要我签名 不是一百分就是九十七分 女儿喜好学习读书的个性 一定是遗传到你了 我是第一次当爸爸 我希望我做得够好 我是爸爸也学着当妈妈 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几段文字 但从中却又能深刻感受到 心龙思念妻子之苦 也许我们无法对他的状态感同身受 但同样生而为人 他打心底散发出来的那份真挚的感情 即使隔着屏幕也能让人体会到 很多观众应该还记得刘真吧 作为台湾娱乐圈公认的国标女王 虽然刘真是俄文系专业毕业 一开始又做着金融工作 但出于对舞蹈的热爱 最终还是让她毅然决然走进了舞蹈行业 凭借着超强的实力和天赋 刘真很快在国标舞舞台上发光发热 没过多久 她就先后参加了多次舞蹈比赛 并且也凭借亮眼的成绩 渐渐地在舞蹈界展露头角 也正是因此 刘真还意外踏入了娱乐圈 被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喜爱着 很多观众第一次在迎庭前见到刘真 应该火爆一时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 当年在节目上的她除了拥有一首优秀的舞蹈之外 于小S更是成为挚友 两人在舞台上相互打闹 互相调侃 惹得无数观众蓬富大笑 那时刘真还先后有过主持节目 戏剧演出 广告代言等作品 并且她还曾与吴宗宪共同主持 终时爱上九点半 并成为华氏快乐有构正节目的固定主持 此外 刘真的影响力也一度遍及到了内地 她先后参加过多档节目 并在舞蹈类节目中担任了导师 虽然因为康熙的停播 让刘真失去了不少曝光机会 但大众对她的喜爱 却从未减少过半分 而且 除了个人生活之外 刘真的婚姻 家庭生活也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2014年 刘真与同公司的男歌手心龙 在交往多年后迎来喜讯 两人正式登记结婚 并在夏威夷的教堂完成了婚礼 2016年2月5日 刘真在40岁的年纪下 头父顺利产下2500克的女宝宝 夫妻二人给女儿取名妮妮 从此开始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结婚六年时间里 刘真和新龙没有拌嘴 也没有吵架 新龙虽然外表看似凶狠 但对老婆是一等一的疼爱 据媒体之前透露 夫妻俩之间每次出行都要手牵手 过马路时 新龙也一定要抱紧刘真 包括后来带女儿一起出行时 意识同样如此 而新龙也曾对外公开透露 自己的钱拿到手后 会第一时间心甘情愿交给刘真管理 至于这种方式 新龙也是满脸幸福地说 这是家规 原本夫妻俩之间的爱情还可以延续很久很久 但可惜意外突然来临 2020年2月19日 刘真因动心脏手术陷入昏迷 装上叶克膜抢救 之后改装新式辅助器等待换新 还出现许多副作用 原本要把管评估她是否能自主呼吸 但因出现副作用 评估她的状况无法把管 只能再持续观察 当时刘真住院多日 最煎熬的莫过于 把刘真视为心头肉的新龙 据报道 她每天到病榻前陪伴爱情 首度向外界发声时 表示会天天跟爱情说话 还会唱歌给她听 她也感受到刘真确实有反应 除了感谢外界关心 也希望大家继续为刘真加油 献哥对此表示 他人一直都在医院陪伴照顾 他们想要对外说明的时候 自然就会通知大家感谢关心 当时刘真脸书突然更新动态 并转发影片 不少粉丝都还以为是刘真本人发文 引发一阵骚动 不过刘真的脸书小编 特别在发脸书澄清 表示影片是库存 发文的内容 也是刘真在住院前 就已经先你好 爱跳舞的刘真 一向给人健康形象 突然病倒 让外界都无法接受 其实她常年跳舞 无形中也累积不少伤害 据台媒报道 她在受访时曾说 老公辛龙曾跟她沟通 担心她教舞太累 当时39岁的她表示 如果早十年 我听不进这种话 会觉得你只是想绑住我 但到了这种年纪 我也觉得身体累积 很多不好的伤害 她跟我说 哪知道哪年轻时 这样耗损 老的时候都是要还的 据了解 中国台湾一人 有心血管疾病的案例 还有不少 比如于成庆五年多前 因心房颤动 也住进台北荣总开刀 术后恢复良好 但仍需长期追踪 当时作为丈夫的新龙 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这段期间 守在爱妻刘真身旁的心情 她说愿用自己的命换刘真的命 还表示 女儿妮妮可以没有爸爸 但不能没有妈妈 新龙还表示 自己露女儿的声音给刘真听 刘真默默流下眼泪 她表示现在是刘真的关键时刻 恳请大家为刘真集气加油 让刘真能度过这个最大难关 在刘真病危的消息传出后 迅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然而 一切的变数仍旧取决于 心脏移植手术 是否能够顺利开展 可惜 上天最终还是没能眷顾到刘真 2020年3月22日 刘真在医院不治身亡 享年44岁 刘真去世后 许多圈内好友包括小S 吴宗献在内都纷纷发玩悼念 但作为最亲密的关系 丈夫新龙心中的悲痛 比谁都大 在刘真去世一个月后 对新龙而言犹如新伤家旧伤 每个月22日 都是他与刘真约定的双双节 未来每个月的22日 新龙都会加倍思念亡妻 刘真病危之时 新龙就不愿意放手 一生和好友纷纷相劝 直至最后一刻 他才妥协让刘真安详离去 但妻子去世后 新龙仍情绪异常 有时好友提起刘真二字 他会强调刘真还活着 朋友未避免伤害到新龙 在他面前会避开有关刘真的话题 是这一意 生者如斯 有人希望新龙可以走出来 至少要把女儿养大 当时吴宗献透露一些相对乐观的消息 新龙最近尝试带女儿外出 陪女儿买一个零食 妮妮尽管表现得很开心 但仍要找妈妈 这让新龙非常难过 后来新龙接受采访内容曝光 失去妻子实在太心痛 新龙没那么快可以走出来 如今就连走出客厅都需要勇气 因为到处都有刘真的影子 新龙为妻子奔走五十天多 整个人像老了十岁 极度憔悴 而据新龙透露 最近她体重直线下滑 从81公斤降至72公斤 短时内抱瘦了18斤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变瘦 有时才想起来 今天似乎没吃什么东西 最令新龙担忧的 依旧是女儿妮妮 刘真入院前一天 帮妮妮庆祝四岁生日 还承诺要带妮妮上学 新龙曾陪刘真去看过几间学校 这件事一直由刘真拿主意 如今她乱了分寸 没办法静下心 帮女儿挑学校 但疫情过后 新龙还是会陪女儿上学 新龙从头到尾都瞒着女儿 骗妮妮说刘真外出旅游 不敢让女儿知道母亲已去世 不过 新龙最近感觉到妮妮逐渐懂事 尤其是四月十四当天 一句话让新龙很感动 新龙如今每天都在重复 刘真做过的事 陪女儿玩耍 陪女儿睡觉 每个动作都是刘真做过的 而妮妮突然对她说 爸爸是妈妈 令新龙为之一颤 顿时热泪盈眶 换不回妻子 却仍有女儿打气 这是对新龙最大的肯定和赞美 也戳中新龙内心的伤痛及责任 她才四岁 爸爸是妈妈这句话 对我来说蛮温暖 她表示会找机会告诉女儿 但不会操之过气 会一步步让女儿知道 而且新龙也需要时间恢复 等自己完全清醒才告诉女儿 她也决定一个人带大女儿 这三年来 新龙从未忘记过妻子刘真 每每到了深夜时分 她总是不可抑制地 想起妻子昔日的面容 然后在社交平台上 塑上自己的思念之情 三年来 新龙独自抚养着女儿 老板吴宗宪接受采访时也透露 她现在只想安静地生活 好好抚养女儿长大 或许 新龙在未来好多年 甚至是十几年 都没办法彻底放下妻子离开的事实 但也衷心祝愿她 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女儿 她都应该如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